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即台湾光复75周年 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线上展览开通仪式 即学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据悉该线上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 首批展出照片205张 以此来纪念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爱国精神 这都是我们抗日战争纪念馆我们自己拍摄的 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50年的学内历史 这既有在台湾的一支一级 也有在我们大陆 浙江 福建的一支一级 因为当年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也到大陆来抗战 他们主要在浙江 福建等地也写下了 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希望广大网民透过我们举办的线上展览 来了解台湾同胞抗战的历史 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 他用线上的这种展览的形式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那些真迹 那些食物 那些遗址 是吧 它通过这些展览就是使大家直接可以看到 触摸到当时的历史原貌 这样对所谓的有一些分裂势力推动的去中国化 我觉得是一种强有力的法治 座谈会上 北京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 涉台专家学者和台湾同胞等嘉宾 围绕台湾光复75周年等话题展开研讨 大家纷纷表示 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 也是两岸同胞前赴后继 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台湾光复纪念日 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纪念的日子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两岸同胞要坚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共同领域 繁衍历史真相 大力研究 挖掘 宣传台湾同胞的抗日史 为那些在以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 做出牺牲奉献的台湾先辈们 树碑地转 让后人勇士铭记 以弘扬台湾同胞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台湾光复是整个中国人民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吧 有人想切割这种历史 还是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 我们就要在这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对历史真实的一个准确的和全面的技术 对于这个青年人应该说有很重要的启迪 也会使他们去跟踪追寻这段历史 是吧 这个从而树立这个正确的历史观 据悉 该展览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官网上线 展出照片均拍摄于反映台湾同胞抗战的遗址遗迹 今后将陆续上线更多照片